自从2011年7月21日航天飞机亚特兰蒂斯号退役之后 美国再没有在本土进行过载人航天发射 每次美国宇航员要去国际空间站 都需要租用俄罗斯的飞船 SpaceX此次载人航天发射 将终结这样尴尬的情况 同时此次发射也并不是简单的重现以前的技术 这次发射使用了很多的新技术 单单看宇航员的宇航服就觉得科幻感十足 距离发射-4500SPACEX此次发射负责人 确认可以加注燃料了-4200机组检修必缩回 30机00确认龙飞船的逃生系统正常工作 3500RP1开始装载 同时第一级火箭的液氧开始装载 火箭燃料能量密度很高 如果在装载时发生泄漏 很容易引起爆炸 7.00烈鹰9号火箭的发动机 开始发射前的冷却 主要是为了防止没有和液氧燃烧时的巨大热量 将喷管烧毁 5.00龙飞船开始使用内部能量 1.00飞行指挥员开始发射前的最后检查 1.00推进器储存罐开始加压 0.45 SPACE-X 此次发射负责人确认是否可以发射 0.03发动机控制器开始执行按顺序点火的命令 0.00烈鹰9号升空 0.02分36秒 第一级火箭和第二级火箭分开 0.07分15秒 第一级火箭降落的反冲火箭开始工作 0.08分47秒 第二级火箭发动机停止工作 0.08分52秒 第一级火箭降落主火箭开始工作 0.09分22秒 第一级火箭着陆 SpaceX的独门绝技 让烈鹰9号火箭平均发射成本 大大低于其他火箭的主要原因 因为可以重复利用第一级火箭 0.12分0秒 龙飞船与第二级火箭分离 0.12分46秒 龙飞船前部的对接打开序列开始